各位馬鞍,你看到的事應該是香港時間深夜12點半 這個題目又不是太輕鬆 只不過沒有什麼時效性,那個時效性不強 這個題目又不是很熱門的題目 我想說香港的傳媒為何暴露了 你見到星島突然叫人開放無薪假 然後你見到很多傳媒都裁員 有些人說一傳媒的警方差 但你見到AM730,星島的警方更差 那些人第一個時間就會問 這些媒體不是有維穩費支持的嗎? 維穩費就是商界塞廣告進來 問題就是,除非政府派錢來的廣告 否則其實大部分商界處理的市場 特別是經濟前面那麼差的時候 他也會問一個很基本的問題 究竟我一元預算在這些廣告裡 我接觸到多少個客人 即我接觸到多少個 reader 那些 reader 是不是我想要的嗎? 那些 reader 看了廣告之後 有多少會轉成收入嗎? 這個問題是一定問的 傳統媒體比起 網絡媒體本來已經有一個劣勢 就是什麼呢? 網絡媒體 你可以做到就是 你爭氣有人看廣告才會付錢 這是第一 譬如Youtube廣告為什麼這麼值錢 因為Youtube廣告是給你看的 眼濕給你 那你眼濕給你看 那我和你計算時間 你看完整個廣告 那我就給你多一點錢 是這樣的 我最先就是你會看廣告 這個是很基本的問題 你會看廣告這個是很基本的 所以為什麼大部分廣告預算 去了Youtube 或者去了Google AdSense 或者Facebook那裡 很簡單就是 我投放在網絡世界的廣告 我一定有人看 我知道哪些人看 我肯定要看了它幾個分鐘 我肯定那個對象是對的 電視 電台 報紙 全部都做不到 這些傳統媒體 因為本來現在有一個問題 所以本來已經 你說做傳統媒體 為什麼廣告 就是Youtube廣告 做得這麼多光學日下 很簡單 雖然Youtube廣告說 所謂做得好是相對的 其實它有很多問題 其實 原因其中的事情就是 因為這些錢 我投放了一元 我轉發 有沒有要轉發到收入 如果我的錢 變成肉包子打狗 有去無回的話 就沒有意思 不行的 不會再獲廣告的 所以你看到 譬如 是可以升到的 頭條入報 那些人不上班 不久不可以做報紙 我可以做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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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對田居 沒有看過 沒有接觸過 沒有接觸過觀眾 沒有接觸過讀者 接著 看到讀者 藍絲 藍絲 藍絲消費力低過人 怎麼做 我是李嘉誠 我是那些四大地產商 我想幫你燕仔 我怎麼幫 難道是中國那些國有企業 中國國有企業 我擺盟會大公算 這些錢 但是盟會大公 你見到的都不搞不定 那些廣告 所以你看到星島的問題 你又要印那些全部是不效率 然後你說網上 網上有沒有人分享星島的東西 大家有沒有看到 誰想分享頭條一部 誰想看頭條一部 你說香港經濟日報 這份恐怖分子報紙 還有些人看看 怎麼分享 一些內容的東西 你升島 你收皮 所以你看到 升島 要搞到這樣很正常 然後你說CCTVB 更加不用說 CCTVB就是 當然CCTVB 是在星島的衰落 還有一件事 是媒體的內容 內容是一個問題 好像剛剛很多人說 ViuTV的《全民造星》 《全民造星》 《全民造星》 我沒有機會看 因為我在德國 我德國怎麼看《全民造星》 你不可能看到《全民造星》 但至少我知道 這個模式受年青人歡迎 這是無用之宜的 不用說的 大家最看得上眼的模式 這個就變得很重要 OK 問題就是 CCTVB 北歐以來的節目科目 有新聞已經很認真 即是你一開局 新聞已經有一班人說了 客人已經直接 你不會再回來 接著你說 那些劇集 你說那些綜藝節目 來來去去的人 接著你找那些人上來 又找阿勒嗎 又找曾志偉嗎 見到都不開胃 那些什麼星星 那些什麼星星 那些 《全民造星》 至少是有 那些人有追看的意欲 即是這些真人show 就是ViuTV投放很多時間 是真人show 那些方向都正確的 其實深刻 雖然Viu的新聞報 都 陳鐵Biu肯定會整合 Viu的新聞報 一定是玩完的 因為真人show這個部分 特別是德國 德國的雙型電視台 即是幾間 Poseban Sat Eyes 到RTL R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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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y 幾個台 四個 基本上 他們的賣點 都是在 真人show OK 這些真人show 譬如兩個廚師 收到一些很奇怪的 即是為什麼 突然間不知道 你去到第二個城市 然後就要去學別人的廚師 怎樣做當地的菜 你要自己買食材 即是你吃過一次之後 你要好像 Reverse engineering 那樣 你把食譜出來 自己做一次 這樣 OK 即是 即是 那種玩法 即是這些真人show 基本上就是 Undercover Boss Undercover Boss 在德國都受歡迎 即是你這樣 你 德國都是 其實整個西方國家 主要走移的趨勢 就是真人show 怎麼會 Donald Trump 相片都唯一 真人show 真人show 有人看的 現在是好看劇集 劇集 不是沒有人看 劇集要跟Netflix鬥 你怎麼鬥 你新聞不說真話 format 歐帝 跟著你劇集不自兩 你整件事加起來 香港傳媒 就吃西北風 即是西北風的形成 形成是這樣的 然後 譬如你說 有些不敢說政治的事情 政治的事情 你不是說 你不敢說的 就會消失 你有回網 回網 上YouTube看 所以 為什麼我坐在這裡 即是你這樣 以前沒有New Media年代 你這樣 如果傳媒真的要封殺我 那我真的要封殺 那我不用說話 但現在不是 哦 主播媒體 我用什麼 你叫做主播媒體 甚至我叫做主播媒體 都不用 我自己一枝空出來 我自己整個台 搞定 那個時代不同了 所以香港傳媒 吃西北風就是 你 這些人很簡單 其實傳媒最歸根究底 最中歸 即是最中 要賣的產品 其實就是我用 很多人經常說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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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的內容 大家想看內容 是什麼內容 你要怎麼打動人心 打動人心 打動人心有很多事情 你可以說針話 很趙直地說針話 民眾想說的話 這就是打動人心 你打動人心 有情感的內容 你不憂沒有廣告 即是不憂 那些人不拍你的廣告 或者不憂 那些人不給你錢 所以我經常說 你講來講去 你不是說 以前的科網股 說內容 很多人是吹水 很多車大跑的 那些 那些 但是我一向以來 我都說 要怎麼車大跑 不需要車大跑 不需要車大跑 你政治平衡很簡單 就是醫師 清心直說 你也不需要特別博出位 說一些 聳人聽聞的事情 你沒有必要這樣做 你太聳人聽聞的事情 最初就紅得很快 你聽一下 大家不會聽的事情 你沒有一個固定的收聽 你是一個要穩定的收視 那 你最主要是 你做得穩定的 有水準 定期 每天都做 有內容出現 無論如何 夠的 那問題就是 很多人都不是這樣看的 甚至有些人是破壞內容 就是 譬如 你收了某個人的錢 說某些事情 這樣 你收了某個人的錢 說某些事情 老實說 這個很流行的 那問題就是 別人都會聽得出 你所說的事情 是否出自你真心 現在人家懂得聽的 就是 別人聽到的 是否說 你說一些 要人聽 那個是否廣告 人家懂得聽的 結果就是 別人懂得聽 懂得看的 是否廣告的 那 你那個商品的聲譽 就慢慢下降 別人都想是 你是廣告 你就擺明是廣告 麻煩你 你就不要 廣告和聯絡不分 我寧願是你廣告 但擺明的商品 擺在前面 我說我是要買這個 那我覺得OK 這個 我覺得沒有東西 你喜歡看就看 不喜歡看就算了 你知道嗎 你廣告也可以很划算 很划算 譬如我每一次 我看自己的展示 開展示之前 它都會 怎樣 都會出現 Bosch的廣告 即是說 Sustainable Living 那些電器廣告 它那隻 那隻 那隻 我經常都 不記得它賣其他 什麼產品 我就是 Sorry Bear 那隻熊就很慘 在窗口那裡 在那裡偷吃 那個很好笑 我喜歡看 我喜歡看一些卡的東西 OK Sorry Bear Sorry Bear 那隻熊 根本無法進去 什麼都可以 問題就是 現在香港的媒體 是搞不清楚自己的定位 亂來的 其實過去這麼多年來 都是 很多人都不記得 就是你 你不敢說話 你說話 幫共產黨說話 你是那個主持人 自己代了錢 那個主持人 可以直接代共產黨的錢 可以直接代共產黨的 那些政客的錢 去說話 你完全 跟著你的節目 就沒有了 你的節目就玩完了 遊戲已經結束了 是這樣的 你的媒體 那些人不記得 就是大家 現在要聽你的內容 就是要你一個 無限 不偏不倚 無謂無懼的評論 或者 你的內容 大家覺得 是剛剛貼合的時勢 就是 如果你現在這麼多人做YouTube 我告訴你 這麼大 這麼多內容 創作者 自己 在YouTube 開放 或者自己 建立一個平台 像動文摄 那樣 我想問 你的大媒體機構 還有什麼生存價值 其實你看到很多大媒體機構 就是很殘忍的 你一脫離民意的話 你的媒體機構 就會這樣 因為 現在 你這個 問題 去得太快 比如 為什麼有些人 有傳 AT&D要賣CNN 其實CNN的問題 有很久 CNN每天都 變成 批鬥特朗普的台 每天 但 由早到晚的節目都 批鬥特朗普 不是選舉期間的問題 那是一早 兩年前 我來德國 沒多久 我看CNN的節目 有時候晚上看的時候 怎麼搞的 又無緣無故批鬥特朗普 那時候我已經不是特朗普 甚至有時候 我也覺得特朗普有些過分的問題 特朗普過分的CNN更過分 你是不是做媒體的 那些人 問題就是這裡 其實很多主流媒體 你知道死很簡單的 就是你忘記了在於媒體的使命 那別人就不會付錢 別人也不會浪費時間在你身上 因為 太多內容 我有這麼多內容 我為什麼要看你 你負心自問一下 是不是 所以你問 星島會不會執行 你問 TVB會玩完 我告訴你都玩完 全部會報向的事 就是亞洲電視會死的東西都會死 然後那些人以為 老實說 你說 這個媒體 執益誰 益的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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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你傳媒老闆 你問何柱國 他是不是真的靠星島來賺錢 當然不是 然後你問 蕭穎清教AM730 AM730是賺錢 是不是主要賺錢 都不是 他主要賺錢就是中原地產 講來講去 一樣的 然後你問 為何 優達春要賺錢 這麼 有線 一來 可能中國有更多投資項目 第二就是 可能是 黨官做得很好 黨官不是賣 賣樓給BBNO 優達春是賣樓給中國貪官 這些才是問題 如果你去到這些位置的時候 你要知道 你賣樓 你不是真的賣給BNO 你誰會賣給BNO BNO 優達春這麼藍都不會賣 不要緊 他賣給藍絲 賣給貪官 就夠了 投資傳媒的人 都不是立心以傳媒做本業的 所以你說黎智英 黎智英就變了一個 因為黎智英 他真的用傳媒來做本業 來做他本身的投資 他不是想著傳媒來做投名壯 怎麼說 來拗中國共產黨的錢 是這個意思 他們都不是不知道 他們就是 你的傳媒死 然後全部收到共產黨 因為共產黨的傳媒沒有人看 結果就是你的媒體人 全部都多謝 就是 譬如你說最後媒體人有沒有前途 他們說 有 比如袁智偉 李瓶 這些混蛋 新聞工作者聯會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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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這麼多 是這麼多 你不會有其他人 所以我想 其實 如果你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香港很多傳媒人 你說是否值得可憐 我會有保留 當然我明白在國安法這個處境之下 其實做傳媒是很危險的工作 傳媒也是本身是一個工藝工作 也都是 我告訴你 都很肯定 這個也不是笑話 我告訴你 你現在去做媒體人 都可以隨時被人拘捕 也是事實 但是你說現在香港傳媒 最後有什麼整況 什麼網媒 什麼都 都倒閉了 很正常 只要你一說話 是偏離民意 你就沒有了 你也不可以太誇張 也還有一件事 我覺得 我這個最後也要抽一抽水 其實 講電腦這一範 你看到我 我其實做了很多電腦專頁作家 我寫了十多元電腦專頁 我做過電腦雜誌編輯 電腦網站編輯那種 你叫我寫電腦沒問題 你叫我 甚至我有專頁 你見到我的iPro A 我是全員 Live全員 我都做過 我亦都曾經 考過MCSE 我有MCSE 我以前 當然現在沒有考MCSE 都沒有人來的 這個資格 但是有一件事 就是我很少講電腦 我講晶片那些 我講得很小心 我猜如果明天我做一集 例如講MacBook M1 開箱的話 或者 一個評價表現 我也有興趣講的 M1 我怎樣看 怎樣M1這麼快 我都會有興趣講 但是 不會亂講 我不熟悉 其實我講晶片 講得很小心 你叫我講電話 我講得很小心 你叫我講什麼電話 我不是不懂 我要拘捕所有技術的 甚至今晚 我自己 我伺服一下自己 我今晚 譬如會員版 出了時候 我去跟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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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她 達成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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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P 那些 你寫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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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成 你叫我說聽別人的事,但我覺得就不像某位好人家 反物質界的好人家,但你不懂那些事,你不要拿出來說 但我會被人笑的,不熟不說 很認真,我真的不熟不說,不敢說 譬如說中東政治,你叫我敢不敢說,我不敢說 中東政治太複雜了,甚至我台灣,譬如上集說台灣 有些人說,好像台灣人,人們用艱用劍寶都很厲害 他當然有製造問題,我認識的人也有很多問題 譬如說,黃安好像也有些問題,黃安這個人 黃安那種艱用劍寶,你不夠熟,有時候不夠熟 你做漏了一些東西,你看漏了一些東西,人家就會抽成你 現在的人很聰明,所以你看到我很少講電話 譬如說,我對Java的評論,前世科技人員 有些朋友都很不妥 所以我也不妥詞,科技人員班的頁 當然我對Java不是偏見,我懂得寫Java 我知道Java是Virtual Machinery,我懂得寫 其中一個,你選什麼programming language 就已經去到人性偏見的地步 總之,我愛Java 我不喜歡Java 有些人覺得我不懂Java,我不是懂寫Java 我大學學Java 我不是不懂C language,我怎會不懂 根本就是,怎樣都好,你不熟,不要說 因為現在的人太多內容,其實 這麼多內容的時候 你要知道就是,有些人你不是什麼都懂 做人謙厚一點好一點 有些人說我已經好 但我跟德國很聰明的人比差很遠 不要在個井那裡看世界 還有要很清楚,但我小心 即是那些,怎樣說的 我說話很小心 譬如說電腦那些 有時你真的 老實說,如果我未做夠功課 我不說 所以我為什麼一個這麼多加速新聞 我沒有抽時間說電腦那些 或者說晶片 我是以抗角度的原因 嘩,你如果不是 就是,有時傳媒 吃西北風的其中的原因就是 究竟你記不記得自己的專業 這是很重要的 即是你的專業是怎麼一回事 你那個,譬如 有時我都怕我自己說話 太過掛動取從 我也怕 我每次有些人都會這樣 譬如我要做那些類似 我講的題目 有客人之嫌,我會再這樣 我開咪咪之前再這樣 有時我開了三次咪 改了幾次 有些人是不是真的要趕到這麼盡 我想了幾次 我才會出街 是的 很大壓力 所以我希望就是 香港傳媒吃西北風的原因 但這是一個新時代 第一件事就是 我總結也是這樣說 頭貢 頭貢就該死 做傳媒人 如果最後 香港的傳媒死了 贏家一定是中共 和那幾些大好勢 和幫大好勢做倍子修的近親 然後香港的傳媒人都是輸的 這是很可惜 所以如果真是有心的傳媒人 不要留在香港01 那些混蛋的地方 你不如自己這樣 你自己的出口更好 今晚講到這裏了 第三集 明天再見 明天就27日 希望沒有什麼特別的事 今天也沒有什麼